他来了他来了,他接到稿子就来了,大家好,我是小强。 众所周知,投篮就是篮球运动最基础的技术动作,而对于NBA球员来说,投篮也算是他们必须要掌握的技术。 但实际上,NBA球员的投篮姿势可以说是五花八门,有些看起来美如画,有些则是让人忍俊不惊。 美如画的想必大家都看多了,下面我们就来看看NBA中的那些奇葩投篮姿势。 这样的姿势要是在野球场上被妹子看见,估计转头就跑了。 大家都知道,球哥的歪靶子投篮姿势在联盟可是出了名的难看。 好在去到醍醐队之后,球哥终于是改善了不少。 然而没想到本赛季进入NBA的球地居然也是祖传的歪靶子,虽然准透很不错。 但这外八道离谱的投篮姿势,着实令人不忍之事。 就是不知道他之后,会不会像哥哥一样,美化一下了。 作为联盟极品3D,马里昂的投篮,可以说让对手,吃了不少苦头。 不过正如他骇客的绰号一样,马里昂的投篮姿势,简直就不像是正常人能做出来的。 两只手缩在一起就算了,还把球放到自己鼻子附近,才出手。 整个姿势就突出一个猥琐怪异。 还好投篮准心够准,要不然马里昂自己,可能都受不了这样的姿势。 巅峰时期的诺阿,就是联盟妥妥的防守汉将。 但就是这样一个硬汉,却有着与其性格,不服的投篮姿势。 我们看看诺阿,是怎么投篮的,直接双手握球,在胸前直推出去。 给人种女士投篮的感觉。 关键诺阿投篮姿势,奇葩就算了,这准心怕不是,都歪到姥姥家里去了。 想必大家都对布泽尔,有着深刻的印象。 当年他便以一手铁血钟,投拔火箭球迷的心,投得拔凉拔凉的。 不过虽然布泽尔的钟头稳如老狗,但这投篮姿势,实在是辣眼不尽。 整个动作,就像是篮球初学者一样,不仅出手点靠后, 还给人种投石机,硬丢出去的感觉,怎么看怎么别扭。 奥尼尔的投篮,大家懂得懂得,拿奥尼尔的话,来说那就是,能扣篮的是,为啥还要用投篮解决呢? 所以奥尼尔的投篮姿势,可谓五花八门,说是一年一个样,都不为过。 我们可以看看他最令人,印象深刻的投篮姿势,整个就一推千球的动作。 难怪儿子沙里夫表示,不想继承投篮姿势了。 这投篮姿势,一出还咋泡妞呀? 最后我们来看看乔老板,清选的榜眼秀麦吉吉吧。 本来是被乔丹,当作顶级3G来培养的,结果防守,是练出来了。 没想到这投篮,却是出了大问题。 看看他这投篮姿势,投篮手直接就凝到了,身体的另一边。 自己也不得不,把头侧着才能瞄准。 看来黄蜂抛弃麦吉吉,不是没道理的,就这宁麻花的,投篮姿势。 一声美如画的乔丹,大概是被气到了。 And,他走了他走了。 右下角点个赞,再走啊老板。